哈囉大家好 那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這次影片的所有靈感來源 那大部分是來自以前我身邊一位很愛追隨潮流的同學 以下就簡稱曹哥 今天要跟朋友去市區逛街 好緊張啊從來沒去過市區 這一段是在國中時曹哥說要帶我去市區買牛仔褲 但是我沒穿過牛仔褲 也沒去過市區 覺得市區是很潮的人在去的 所以很緊張 然後要去的前一天 曹哥在班上到處跟女同學宣耀 誒我要帶洋蔥去市區買牛仔褲喔 哦剛順便去燙了個玉米區 這不是現在學生必備的嗎 沒什麼吧 這邊靈感來著當時一個朋友 他有一天頂著一顆帥氣的髮根燙來補習班 然後跟我說 誒洋蔥這髮型全桃園 我是第一個燙的 然後我第一次跟他市區的時候 他就走到那個抵髮店抓頭髮 然後他跟我說 我只要到市區 就一定要抓頭髮 牛仔褲有鎖鏈 這邊是曹哥有一次在圖書館讀到一半 突然跑到隔壁五金行去買鎖鏈 然後跟我說 誒 這是現在國中生必備的 沒什麼 不過這次我沒有跟著買 因為我沒有牛仔褲 還有阿文的衣服也好帥 這是光男隨身鏡跟法拉 國高中只要生日就很容易收到的禮物 那條街有些很大的草普店 應有盡有 帶你去套套看 這個套套看 是我高中常去的幾間店 的店員常說的 他們都不會說死船 會說喜歡都可以敲敲看 慢慢看吧 這邊的大間琵琶店是曹哥帶我去的 但那時候他已經進化成sexy diamond的風格 所以他還勸我不要買太多 但是那時候我覺得實在帥爆了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 然後兩個月後我就不穿了 楊沖這叫短襪 在這個世代還在穿長襪的 只有你了吧 短襪的部分 因為國中老師不准我們穿短襪 所以我們都把長襪折成短襪 但是在別人眼裡 這樣比穿長襪更至少 空姐你手機幹嘛開著音樂啊 停啊 這個以前讀國中 下課的走廊就會有一些別班的流氓 當時我們學校國中流氓的主要日課 1.走廊放歌走路 2.坐在走廊上擋路 3.用肩膀撞人 是 瞪人 吐口水 現在學生手機具備MP3音樂功能是一定要的 還要配上長長的鏈子 阿文手上這隻是 Sony耳神 K530i 當時超紅的 去一趟圖書館至少跟5個人撞機 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 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現在都走低調的美式風格 到這個時期大家就不燙髮根燙跟玉米去了 改燙捲髮 不是 我的包包是日本鋪的 另外曼哈頓背放也是挺夯的 告一的時候 阿文買乌斯達克 一件外套買好幾千 然後博君在旁邊問他 欸為什麼要買那麼貴的衣服啊 然後阿文就說 沒辦法 這就是潮 這段話被我們笑到現在還在笑 洋蔥 從這一段開始 大家預算就開始報告 然後我開始會聽到一些八卦 例如說某某某借錢買潮牌不還錢 或是某某某很愛跟別人借衣服穿 或是某某人瘋狂打工什麼的 這邊是講我另外一個朋友 當時我愛上remix跟survival 買了很多 然後他就講了這段話 我就傻眼 幹 不過後來我還是繼續穿台牌 沒有轉型買後面那些高家匯的 只有買幾件而已 鞋子我推薦呼吸或編織 最近出的藍呼吸還不錯 不過 這邊分享一下我當年大二 迷上編織 狂買一大堆 堆滿整個房間 這線香啦 我都插在衣服裡 我推薦八號香 很香喔 我有一個同學 高中買了一盒線香 在家裡薰制服 然後穿來學校 味道超級重 被大家靠北 後來發現他還插兩根在左右口袋 我個人是比較愛喬丹系列 新手我建議你買四代 不過我特愛三代跟十一代 喬丹當時我也有買 但是太貴了 所以我最後只買四代跟三代 而且我穿起來的腿變很短 所以很少穿 我這件是毒藥 國軍那件是米奇 好穿喔 柏軍有買一件neighborhood的船帽 全新兩萬四千塊一件 我們陪他去北車面叫的 到現在他還沒打開 掛起來當時很主牌 然後問他有沒有後悔 他就 沒有不會後悔 爽啊爽啊 那個時候 紅姐也買了一件一萬多的二手米奇 不過柏軍跟他說買M號 結果買了 大島完全沒辦法穿 所以紅姐的米奇 也是掛著完全沒穿 一切的罪魁禍首都是柏軍 我靠 你還在穿那麼貴的衣服喔 你有病是不是 唉 你就跟當年的我一樣啊 像這種便宜的UNIQLO NET HENTEN GU 就很好穿啦 幹嘛去買那麼貴的 你有事喔 錢太多是不是 這一段是完整複製 曹哥對我講了一段話 就是衣服 我是過來人啊 過來人的話你要聽啊 的那種感覺 好了 以上就是我這次作品背後的小故事 基本上每一幕都是真實發生過 然後我再修改或是誇大的 好拜託大家一定也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會放一些小短片 跟主頻道類型不同 大家可以看完主頻道的影片 再跳過來看這邊 基本上是週三或週日更新 謝謝